只是林语彤的攻势越来越猛 束手束脚下的叶好轩有些持不住 林语彤又是一掌劈来 叶好轩画掌一分 轻轻地推向他的胸口处 本来只是想把林语彤逼退 没想到入手处一阵柔软 显然是碰到了不该碰的地方 叶好轩一个哆嗦手感不错 竟然还下意识地摸了两下 你 下柳 林语彤一瞬间只觉得胸口处 酥酥麻麻的 身上像是有一阵电流经过一般 让他不得不退了几步 林语彤满脸同红 猛地扑上去抓住叶好轩 叫给他来一个过肩摔 只是叶好轩双足已沉 真气从足尖处发出 在那瞬间身体就像是定在当场一样 林语彤一个用力不足 脚下一滑倒在了地上 叶好轩一声惊呼 也浮倒在地上 刚好趴在林语彤的身上 触手处又是一阵柔软 下柳 起来 林语彤又羞又怒 恨不得抽叶好轩两个耳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叶好轩尴尬至极 说实话 第一次与林打小姐挨这么近 只觉得怀中一片柔软 有些依依不舍地从林语彤的身上爬起来 然后伸出手 啪 林语彤生气地甩了他一巴掌 然后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 还要不要来了 兴奋地看着林语彤 叶好轩的笑意里 多多少少有一些猥琐 这哪里是切磋 简直就是白送到别人的跟前 让别人占便宜 不打了 没见过你这么下流的人 林语彤气呼呼地喝倒 然后下了搏击台 坐在一排长椅上休息去了 怎么 谁又招惹我们可爱的林大小姐了 我去教训她一顿 叶好轩坐在她的身边 顺手递过一瓶水 没人招惹我 就是心情不好 怎么 不行吗 林语彤没好气地说道 按理来说 你这个年龄不应该是更年期了呀 叶好轩奸笑道 滚 你才更年期 你还绝经了呢 林语彤大怒 一把将手中的瓶子摔向叶好轩 叶好轩伸手接在手中 打开瓶盖灌了几口 这瓶水刚才林语彤喝过 瓶口处还留着她唇边淡淡的清香 叶好轩扎扎嘴 味道不错 你 无耻之急 林语彤脸上又是一阵发红 这瓶水她刚才喝过 这样一来两人岂不是简洁接吻了 语彤你也来了 此时 一个惊喜的声音传来 接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走了过来 戴着拳击手套 李伟 是你 诧异地看来人一眼 林语彤的神色上闪过了一丝不自然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暑假过得怎么样 伯父生意还好吧 李伟露出一个和许的笑容 生意 叶好轩诧异地看了林语彤一眼 他老子不是清远了一把手吗 但看林语彤的眼色 叶好轩马上领悟 显然是林语彤在学校时为人低调 不喜欢到处张扬自己的家是吧 还好 李伟 你也喜欢拳击 平时比较喜欢 这家俱乐部就是我家开的 一年也就赚个上千万吧 你知道的 我平时为人低调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我家开着一家俱乐部 李伟笑呵呵地说道 虽然嘴上低调 但事实上一点也不低调 语彤 你也喜欢拳击嘛 呵呵 要不上来切磋切磋 李伟笑道 呵呵呵 不用了 我们刚刚已经切磋过了 坐在一旁的叶好轩 站起来说道 往往和美女走在一起的时候 她会被忽略 这让她感觉非常不爽 难道哥就不入你们这些 高富帅的法眼 语彤 这是谁 你的朋友吗 李伟这才发现被她忽略的叶好轩 李语彤撇嘴道 算不上 大街上认识的 应该挺能打的 找个厉害的给她陪练 林大小姐 我的初吻都献给你了 你竟然还说我们是大街上认识的 叶好轩有些生气地说道 你 胡说 混蛋 林语彤满脸通红 想起上次为了拿叶好轩当挡箭牌 让这货占足了便宜 而她好像还挺委屈似的 李伟的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 林语彤与她是同学 也是小滑稽的人物 平时在学校的时候 她对林语彤殷勤无比 在她心中林语彤就是女神一样的人物 她心中的女神 她怎么容许被这个无耻的家伙给玷污 认识一下 李伟 李伟不动声色地伸出手 叶好轩微微一笑 同样伸出了手 叶好轩 两人的手刚碰在一起 叶好轩便觉得李伟右手传来一阵大力 这货根本就不安好心 存心要教训一下叶好轩 只是叶好轩是什么人物 她微微一笑 然后手下用力 李伟只觉得右手像是被铁钳夹住了一般 她凹的一声惨叫 连忙松开了手 怎么了 我用力了吗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你的手不要紧吧 要不要去看医生 叶好轩连忙道歉道 你 李伟满脸这样子 情知到今天遇上了硬点子了 本想让对方出个仇 没想到出仇的反而是自己 甩了甩手 李伟才正式注意起了叶好轩来 他从小学拳 练习散打 手劲比一般人要大出许多 而叶好轩竟然能让他吃瘪 可见这个人不简单 你也喜欢打拳吧 要不上台切磋一下 李伟冷冷地注视着叶好轩 手劲比不上他 但在格斗方面 他未必就比自己强了 自己从小练习格斗 在学校搏击协会是副会长 再收拾不了这个小子 这让他情何以堪 不要了 还是不要了吧 叶好轩犹豫地一下 连连地白手道 怎么 难道你怕了 李伟比的说道 我是怕 我怕把你给打伤了 就不好了 那也未必 切磋切磋 李伟说着把手中的拳套 丢在一边 赤手上了搏击台 他已经暗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叶好轩 竟然敢跟老子抢马子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那好 就切磋切磋 叶好轩点点头 上了搏击台 李伟活动了一下 四肢和筋骨 周身上下发出爆斗般的咔咔声 李伟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他猛地向前一冲 一拳向叶好轩面门上进来 格斗讲究快准狠 李伟从小学习格斗术 早已经掌握了精髓 这一拳糊糊生风 直袭叶好轩的鼻梁 他下手又快又狠 恨不得把叶好轩一拳打倒 只是他眼前一花 猛然失去了叶好轩的身影 这必中的一拳竟然落空了 叶好轩神出鬼没般地 来到了他的身后 他甩甩脑袋 当下又是一个侧踢 向叶好轩胸口袭去 只是他这一脚再次落空 叶好轩身形似电 即使他出拳再快 也必定会被叶好轩闪开 你为的躲 是什么意思 敢不敢堂堂正正的 像个男人一样跟我决斗 接连数次之后 李伟不由地怒了 哼 连人都打不到 你这算什么狗屁的拳击 叶好轩一声冷笑 李伟一声大喝 猛地向前急冲 同时膝盖猛地向上顶起 向叶好轩的胸口出顶去 他这已经超出了格斗的范围 倒有些一招必杀的意思 叶好轩的神色骤然一冷 他不躲不闪 右手一撑 挡下了李伟的这一剂提袭 然后一拳轰出 李伟一声惨叫 跌倒出七八米远 李伟脸色苍白 想要站起来 但只觉得胸口处 像是被一辆高速行驶的车 撞过一般 微微一动就感觉疼痛无比 他不敢相信自己 竟然被对方一招击败 这不可能 李伟疼得直愁冷气 但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什么拳击俱乐部 哪个能打的都没有 李伟一通有些不悦地 扫了李伟一眼 李伟登时感觉到面子上无光 他咬牙切齿地喝道 叫黑鬼过来 过不多时 一个铁塔般的壮汉走了过来 只见他身高近两米 皮肤有黑 浑身上下的肌肉上 闪动着古铜色的光泽 就好像是非洲难民一般 而黑鬼壮实无比 目测绝对超过两百公斤 他没走出一步都要震得大地微微的颤抖 身高两米的个子 往叶好轩的跟前一站 原本并不算低的叶好轩 历时矮了半个头 林雨童倒抽了一口凉气 他心情不爽 是因叶好轩而起 本想着要让叶好轩吃点苦头 然而眼前这个黑鬼一看就知道是黑犬出身 也不知道叶好轩那小身板 惊不惊得起折腾 交给你了 李伟爬起来 拍拍黑鬼的肩膀 失了一个眼神 意思是把这个人往死里揍 黑鬼会议地点点头 然后双目中凶光滴露 猛的一跺脚 只觉得搏击抬得微微的一颤抖 他呼的一拳 直接砸向叶好轩的胸口处 全是又快又狠 带着一阵拳风 叶好轩是头一回跟这种大快头挑战 当然也不敢马虎大意 他双手一分 施展出浩然觉得柔劲 迎上黑鬼的拳头 向外一分 黑鬼这一拳之势历时被他化解 只是黑鬼出拳如电 一拳刚被化解 他又呼的一拳从侧面袭来 直取叶好轩的脑袋 叶好轩把脑袋微微的一偏 躲过他这一拳 同时柔劲外发 画掌围拳 轻飘飘地向前一拳击出 直击在黑鬼的小腹上 接着他双拳死垫 片刻便在黑鬼的身上 击出了十几拳 颇有几分夜温的永春拳的味道 只是此时他用的是寸劲 以最小的距离爆发出最大的攻势 虽然与永春有几分相像 但威力不是永春所能比的 只是这黑鬼倒也真能扛打 十几拳寸进击打在他的身上 竟然没能让他退一步 反而激发了他的凶性 他一声怒吼 犹如一个暴怒的野兽一般 冲向叶好轩 然后呼的一拳击出 叶好轩全是一收 同样呼的一拳击出 一拳对拳 两人皆是身形一震 叶好轩轻轻地退了一步 而黑鬼则是退了一小步 然后再退了一大步 这才勉强站住了身形 安静 黑鬼诧异地看了叶好轩一眼 不错 叶好轩点头道 黑鬼点点头 猛地向前一扑 双拳接连向叶好轩攻出 他下拳的速度极快 堪堪能比得上 叶好轩刚才的寸劲的速度 难以想象 他这么像是一个铁塔一般的壮汉 如何会有着这么敏捷的身手 叶好轩双手一分 抓住了黑鬼快捷舞动的双手 同时缠丝劲一发 紧紧地附住了黑鬼 然后他一声轻和 一步踏出 右肩微微移动 对着黑鬼轻轻一靠 呼 黑鬼庞大的身躯向外倒飞而去 直飞出了七八米远 踏着一靠 看看他都ет 但事实上 云含着暗hou 以最短小的距离 爆发出最大的力道 没用的东西 快起来 揍他 李伟面子上马上挂不住了 他向黑鬼吼道 黑鬼站起来猛地向前急冲 双足在地上一顿腾空而起 整个人就好像是一颗人形炮弹一般 向叶浩轩撞去 叶浩轩手分阴阳 双手行云流水 向外轻轻地一眼 黑鬼庞大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向一边倾斜 叶浩轩轻轻一掌 直击在黑鬼的胸口处 按紧骤然发出 轰的一声响 黑鬼的身形跌着倒飞了出去 叶浩轩大步踏出 抓住黑鬼的脚踝 像丢垃圾一般地甩向台下的李伟 砰 伴随着一声惨叫 李伟那小身板被黑鬼砸飞出去 直直地撞倒了一排长椅 黑鬼 揍他 往死里揍 李伟大怒 还要不要来了 冷冷地注视着黑鬼 叶浩轩淡淡地说道 不 不来了 我输了 黑鬼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废物 老子养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 连一个穷学生都打不过 马上滚 李伟大怒 指着黑鬼喝道 冷冷地扫了一眼李伟 黑鬼鼻端轻轻一哼 然后转身离开 妈的 废物 还他妈黑拳拳王 狗都不如 李伟向着黑鬼的背影 鹤骂道 李伟 你一完没完 不过是切磋 人都是有尊严的 林雨桐皱眉 李伟一睁 这才想起女神还在自己的跟前 连忙 陪笑道 预同 是我太心急了 走 我带你去玩玩其他的项目 不用了 没心情 林雨桐向叶浩轩勾了勾手 然后便与叶浩轩一起离开 李伟的神色阴晴不定 他狠狠地看着叶浩轩的背影 咬牙切齿地喝道 姓叶的 你等着 老子会让你好看 刚才你用的是什么功夫 好像很厉害 能教我不 一上车 林雨桐便一扫之前的郁闷 兴奋地向叶浩轩问道 这个 叶浩轩有些为难 不知道该如何跟林雨桐解释那家功夫 何为寸进 何为柔劲 其实他也是第一次与黑鬼这种层次的人交手 虽然组上一道传承 而他那位先祖游历四方 又是一名武林高手 但第一次与高手对战 叶浩轩颇有些束手束脚的感觉 怎么 很为难吗 林雨桐的神色马上有些撑了下来 呃 不是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些内甲功夫 慢慢说 林雨桐兴奋地说道 大半个小时过去了 林雨桐总算是明白了何为内进 何为蝉思进 何为暗进 他看向叶浩轩的双眼中 都闪着小星星 看那情形 恨不得把叶浩轩扒光了 研究一下 他的脑袋里 究竟有些什么 好了 我懂了 可以教我吗 林雨桐兴奋地说道 不能 叶浩轩摇摇头 为什么 本小姐资质不好 林雨桐大怒 不是 挺适合的 那为什么不肯教我 呃 祖山有祖训 内家气景只能用来行真一人 不能用来好用斗狠 你不是医生 所以我不能教你 叶浩轩苦笑道 借口 那你刚才还把那黑鬼 打得屁滚尿流的 那还不是好用都很 林雨桐怒道 林大小姐 那还不是被你逼的 叶浩轩苦笑 我不管 今天你要是不教我 你就别想回去 林雨桐索性停住了车 威胁道 这 你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我们祖上还有一条规矩 就是符合了这个条件 我也可以考虑教你 叶浩轩笑道 什么条件 林雨桐眼中一亮道 那就是可以传给我的媳妇 你要是能达到这个条件 我 我也就从了你了 叶浩轩笑道 混蛋 你做梦 下流 林雨桐掐着叶浩轩的手 来了一个180度的大旋转 然后叶浩轩的情况便可想而知 被林雨桐一脚踹下门 然后砰得一声重重地关上车门 开着车呼啸而去 喂 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你有没有一点良心啊 叶浩轩大叫 回应他的 只有汽车的尾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